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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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37章 约瑟被卖之后讲起 我们说约瑟被卖了 这故事我们熟悉 但是真的要想想约瑟多害怕 然后有一点 最起码流遍在回来的时候 他不知道约瑟到哪里去了 后来他们有没有跟他讲 后来他知不知道约瑟是被卖掉了 而不是被野兽吃掉了 圣经也没有讲 可能他的兄弟有跟弟弟们有讲说 约瑟我们把他卖掉了 但是就他们彼此之间各怀鬼胎而言 就卖弟弟本来要杀弟弟 是这么残忍的一件事而言 他们未尝不可能也骗哥哥 流遍 我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他就不见了 反正流遍是很慌张 童子没有了 我往哪里去才好 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他 我回家怎么见得了父亲的脸 哦 不要见父亲 不要说嘛 你是一定遭祸的 你说的一定遭祸 我们就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来过 我们根本不知道 那么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在路边捡到了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是叫他们最愤怒的 这件衣服好像那个斗牛的那个牛 看到那个红衣服一样 他们一看到那个衣服就愤怒 因为那表示爸爸的偏心 那表示约瑟的可恶 然后激发他们的嫉妒 他们就拿一个山羊膏 把约瑟那件彩衣染了血 送到他父亲那里说 我们捡了这个 请你认一认 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 好 就是流遍到底做了些什么 流遍后来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我们不晓得但是他们决心就做了一件事情 要骗爸爸 好像历史都在重演 记得吗 雅各曾经骗过他爸爸以撒 当他骗他爸爸以撒的时候 也是穿他哥哥的衣服 然后在假装是他哥哥祝福的时候 说我是你的儿子 我是你的儿子以嫂 其实他是雅各 他是到了亚伯渡口才在神面前承认 他是雅各的 他以前是骗人的 现在雅各被他儿子骗 当年他骗他爸爸 现在他儿子来骗爸爸 这是报应 那么 这里又是他自己 觉得绝对他做的一件事情 他只有给他这个儿子这件彩衣 就这件彩衣伤心死了 我们捡了这个 你认认啊 是不是你儿子的外衣 他认得 就是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 他认得 以撒认不得 那个他前面要求祝福 到底是他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认不得 他最后在一再被欺骗一下 他以为他认对了 还是认错了 现在雅各也是 他比他爸爸要精明多了 但他一看就认得了 这是我儿子的外衣 当然这衣服后来又产生一次骗局 就是约瑟的衣服 被波提法妻子拿来说 他玷污他的证据 哇 这是我儿子的外衣 由恶兽把他吃了 约瑟被撕碎了 撕碎了 哎呀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一语成称 谁偷你家的神像 谁就死 结果我太太拉结死了 现在又二语成称 我曾经叫约瑟说 你去看你哥平安不平安 结果他自己死了 哦 他非常的悲哀 撕裂衣服 腰间围上麻布 为他儿子悲哀了许多日 他非常悲哀 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 他却不肯受安慰 说我必悲哀下 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 约瑟的父亲为他悲哀哭 悲哀他难过就哭 你看到没有 我们曾经讲过雅各啊 他抓到的东西都飞走了 甚至回到迦南地也飞走了 他最爱的儿子不见了 而且是他自己打发他去的 好 在这里我们要停下来想一下 约瑟的哥哥们 把约瑟卖掉了以后 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衣服 染了血给爸爸看啊 因为这是一个谎言嘛 这是骗爸爸 那他爸爸的金鸣应该说一个谎 不太容易可能可以查出来的 为什么要骗呢 各位有没有想过 他们十个人可以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什么都不做 他们有一天就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 雅各说 哎 弟弟呢 什么弟弟啊 我们在牧羊没有看到他来 哎 我在前几个礼拜 或者前几个月打发他去找你们的 没有啊 就完了嘛 他们不必费事把约瑟的衣服 染一个血 然后给他爸爸看啊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是非常恨他父亲 让他父亲好 很很很自责 他们要看到他父亲 看到他给约瑟的衣服 先边血衣 他们嫉妒约瑟 恨他父亲 以至于要让这件衣服 成为他父亲伤心的一个来源 是不是这样呢 有可能 但是这个太复杂了 他们不一定有这样的心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为什么不可以说 我们根本不知道约瑟来找我们了 就神不知鬼不觉 反正约瑟就失踪了 我想有个理由啦 你看这十个兄弟都不聪明 可是在做恶的事上又很聪明了 他们可能知道一件事情 以雅各那么爱约瑟 以雅各那么富有 当约瑟失踪 就是不见了 没有人看到他 那雅各可能会花一切的力量去找约瑟 他会花很多钱找约瑟 他也知道这个地方有人口贩子 这条路上有人口贩子 那么他可能甚至去派人到埃及去找 有没有这个小孩子被卖到了埃及去了 所以这十个兄弟 务必要他的爸爸不去追说约瑟 因为如果追到了约瑟 他们的丑行就暴露了 所以不能让爸爸怀疑 他儿子到底有没有死 怀疑他到哪里去了 然后去找 不能 要让他爸爸很确定 他儿子死了 所以他们想出一个很妙的点子 就用约瑟的衣服 染了血 让他爸爸以为他是被恶兽吃掉了 既我们可以脱罪 而且他不会再去找约瑟 因为找找找 谁晓得他可不可能找到 找到我们就惨了 我们务必让他不去找 雅各被骗中了 被衣服骗到了 如同他以前用衣服来骗他爸爸一样 现在他也被他的儿子用衣服来骗 神的报应好厉害 他说我会悲哀着下阴间就在那里哭 到我儿子那里 旧约的时候我们说过 我们相信还是有复活的盼望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活人的神 就是死人复活的神 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 也是西伯来书十一章讲到说 他以为还能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 他以为神能叫死人复活 不过的确我们也承认不是那么辛苦 不是那么清楚 他就是觉得这个人死了就到阴间 我也可以到阴间认识他 我只能到那里了 然后我有很多的悲哀 因为他所有的盼望都在约瑟身上 各位这是不对的 我们的盼望在神身上 你这盼望在一个人身上 神会拿走那个盼望的 因为那是偶像 为了那个人好 为了那个盼望的对象和盼望的人好 神不要我们去盼望他以外的东西 如同神不要我们相信他以外的东西 如同神不要我们爱他以外的东西 就是那种全新的爱 希望爱要集中在神的身上 集中在他身上 因为他是集中在我们身上 他爱我们舍弃一切 当我们得到上帝这样爱的时候 我们专心爱他 我们才能真正的无私的 爱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 妻子儿女丈夫 爱我们周围的人 所以单单的爱上帝 单单的盼望在上帝身上 单单的信心在上帝身上 才是最正确的 如果对人有这些东西 我们只能说要有相对的态度 不是绝对的 如果你绝对的在爱一个人 在盼望一个人 在相信一个人 那不好 不管是对人会对理想主义 或者是家庭爱情 有这样大的幻想 那都是不好的 因为那会叫你失望 那会叫你的偶像 伤害你 也让你伤你的偶像 虽然我们今天 真的看到太多这种偶像了 国家民族政治选举 都是我们花上太多的力气 太多的盼望在这上面 其实哪里需要这样子呢 我们需要的是 好好信靠上帝 先求神的国和义 我们对人的态度 做法才会是恰当的 包括我们的父母 现在雅各他太爱的 现在走了 死了 很难过 就是因为他跟约瑟在一起 太念了 他太宠了 他们两个如果在一起的话 继续在一起的话 那么约瑟实在会有很多很多 我想是更会少不更事 而约瑟的父亲雅各呢 恐怕也是很多事更不明白 然后在整个的他们家里面 兄弟之间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冲突 我们也就不知道了 很可能会有更多的冲突 好 神把他们分开 其实对雅各 对约瑟都是好 如果没有分开 会更多的坏处 弟兄姐妹 神把一些我们很亲爱的拿开了 不是坏事 你不要以为是很坏的事情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现在他在那里哀哭 他在那里非常的难过 但是神有他的美意 好 米甸人把约瑟带到埃及 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 泼提法了 当然这都是上帝在做 有一个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这个结果 但是 作者把这个事情先放在一边 好像掉我们胃口一样 讲另外一件事 另外这件事 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甚至这件事 跟约瑟最后的 能够有个完美的结局有关系 那我们通常没有看到这一点 通常创世纪三十八章 是很丢脸很羞耻的一幕 其实这一幕 有在丢脸羞耻里面 有很大的高贵 很大的爱 我甚至觉得是 甚至可以跟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爱 来做一个对比 因为是一种牺牲 好 不讲约瑟 讲怎么样呢 这个事情以后 应该是马上就是了 三十八章第一节 那时尤大离开他 弟兄下去 到一个亚杜兰人 名叫希拉的家里去 尤大在那里 看见一个迦南人 名叫苏亚的女儿 就娶她为妻 与她同房 她就怀孕 生了儿子 尤大给他起名叫尔 现在我们讲尤大了 事实上我们看到 约瑟故事里面 恐怕最重要的人物 是尤大了 甚至可能还不是约瑟 因为尤大解决了问题 尤大离开他弟兄 为什么离开他弟兄 是不是把约瑟卖了以后 他良心不安 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看到我的老哥 上老爸的床 看到我另外一个老哥 两个老哥 在事件杀了那么多人 我们来到这里 然后我们最近 又把我们弟弟卖掉了 你有没有想一下 你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 这是以色列的列祖 这都我们觉得 甚至在信心为人 有一份的 可是你看到 亚伯拉罕后裔 在迦南地 已经越变越坏了 现在把弟弟卖走了 尤大继续在堕落当中 但是我想 坏人也不大喜欢 跟坏人在一起 坏人喜欢跟比较好的人在一起 坏人的公司 如果要请人来给他弄电脑 一定不是扯烂屋的人 一定是要电脑专家了 那现在 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后裔 不应该取迦南人为妻的 我们已经看过很多 不应该这样的情形 但是他取了一个迦南人 这表示什么呢 亚伯拉罕的道德不好 也不把他前辈的那个榜样 或警告放在心里 与他同房 那在这里的 那个字眼里面都表示 犹大是一个很好色的人 那里面没有什么爱 只有欲 看到一个女的 就把他当做太太了 唯一比那个事件好一点的 就是还有个婚礼吧 然后呢 生了一个儿子 生了两个儿子 第一个叫尔 第二个呢 叫俄南 第三个呢 叫士拉 那犹大 然后时间也是 这三个小孩 后来就长大了 犹大为长子尔 取妻 名叫他玛 犹大的长子尔 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 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这个 犹大的这三个儿子 在养他们的过程里面 你没有看到 犹大尽了什么心理 这是一个不负责的父亲 因为原来这婚姻 也只是性而已 没有什么爱 只是欲而已 没有什么爱 然后他也不大 我想他也看不起 这迦南女人 只是帮他发泄的工具而已 那就有这三个孩子 那这三个孩子呢 大儿子呢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这是太严重的事了 迦南人那么坏 耶和华都没有直接 击打一个人 叫人死 后来西律是这样死的 个人的死 拿巴也是 耶和华击打他死 如果要击打一个民族 那都是给他们 很多悔改的时间 个人也是一样 那犹大的这个儿子这么坏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你看 在索多玛 俄摩拉神还宽容他们很久 在挪亚的日子 神也宽容那个世代 一百到一百二十年 宽容很久 可是对这个呢 就是叫他死 犯了很大的错误 这个年龄也不会很大 哎呀 人要作恶 也真的不需要学很久 就可以很邪恶 第八节 犹大对俄南说 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 向他敬你为弟的本分 为你哥哥生子利后 这个我们也大概有一点了解 因为在路德记里有 在生命记二十五章也有讲 就是好像弟弟有个责任 就是哥哥如果跟嫂子结婚 死了而没有儿子的话 弟弟要娶嫂子为妻 生下来的孩子里面 有一个要归到哥哥的名下 这是保护哥哥的财产 这跟什么性欲啊 色情都没有关系 就是一个责任 要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如果我们在路德记看到 那个致敬的亲属 不一定是哥哥或弟弟 他不但是有责任 要娶死人的妻子为妻 替死人留个后 还要替死人 可能是还债 做其他的事情 就是要尽很多的责任 那现在儿死了 俄南要做这个事 就是犹大好像对他的小孩 都没有什么管教 但是他一个儿子死了 也没看他哭 也没看他悲哀 反正那种儿子 他也很气他 他自己也不好 哎呀 我说这些并不是要 让我们很绝望 而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哎呀 亚伯拉罕的子孙 怎么这么差劲啊 那我们也讲一声 基督徒怎么这么差劲啊 哎呀 我怎么这么差劲啊 好 我们说这么差劲 不是叫我们绝望 第一个叫我们面对现实 认识会悔改 第二个 让我们看到 上帝是何等怜爱罪人 在人的 诸般的罪恶邪恶当中 不仅是耶稣基督 后来做了整个拯救的工作 而且圣灵在每个世代 也都给人悔改更新的机会 而且我们这么烂的人 神还这样爱我们 那犹大实在不好啊 先是卖地义 然后离开兄弟 然后是 娶了一个迦南人 而且毫无爱情 然后三个儿子也没有管教 甚至长子 因为耶稣华击打他就死了 好吧 犹大也没有为长子死悲哀 也没有悔改 怎么没有好好教养儿女 他就说 对 而男说 你为你哥哥的妻子同房 向他敬你为地的本分 为他利后 恐怕犹大想到也是自私的 我希望有个儿子 能够为我利后啊 这东方人想法都是一样 儿子的目的就是生孙子 孙子的目的就是生真孙子 好像就是一直传宗接代的 这观念不对了 我觉得虽然是我们中国人观念 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观念 传宗接代 但是实在终没有什么好传和接的 这个人都会死掉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是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是过一个喜悦的生活 过一个好的生活 实在不要想到 我们如何相活 怎么延续啊 我想那个不合圣经的 那犹大想到就 我后面要有人记着 继位 所以为你哥哥生子利后 你看到犹大不好 你看到犹大的第一个儿子不好 你看到犹大第二个儿子也不好 第九节 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 所以同方的时候便宜在地 免得给他哥哥留后 这看起来也不是很大的罪恶 但很自私 那他在这件事上愿意自私 在性爱的事上这么自私 这么打定主意 不要给哥哥留后 那么在其他地方可能更是自私 因为这种事情嘛 性爱嘛 留个后 可以说自己有性爱的快乐 也帮哥哥留个后 一般人就算自私 没有那么自私想爱 也可以做 可是这个俄南就是打定主意 不为自己的哥哥留后 这很自私 刚好也是上一辈所做的事情 对不对 你们这些父之辈 不是也是你咬我 我咬你吗 说什么兄有弟公 彼此相爱 你不是把叔叔也卖掉了吗 当然他们不一定知道 他们一定不知道这个事 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是在罪人身上显得多好 我们都是罪人 以色列也是罪人 一代不如一代 一代比一代坏 然后每一代的坏都跟上一代有关系 人中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第十节俄南所做的 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 两个儿子这么恶劣 上帝就把我们击杀死了 你看到尤大还是不好 他不会反省自己的儿子不好 他不会反省自己的教养不好 他会觉得 哦 我那个媳妇他嘛 有克服命 就这样想 这家男女人不好 哦 我跟我太太生了三个儿子 哎呀 真是天晓得 我从来没照顾过他们 哎呀 然后现在老大死了 然后老二又死了 然后我都从来不去想想看 他们的死是因为耶和华击杀他们死 他们死是因为他们坏 尤大只有想 嗯 是我的媳妇他嘛 有克服命 那不好 人只会去责备别人 不会去反省自己 你看到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身上 真的越来越像迦南人 比迦南人还要坏了 十一节尤大心里说 恐怕士拉也死 像他两个哥哥一样 就对他儿父他嘛说 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 等我儿子士拉长大 他嘛就回去 住在他父亲家里 这显出犹大又小气 又自私 第一个 他不要养他嘛 他不要花钱养他嘛 你回到你父亲家 你父亲养你 我不养你啊 第二个 我也不给你自由 等我儿子士拉长大了以后 那么你还要跟他结婚 替我家再留一个儿子 或者孙子或者儿子 反正留一个 你不给他嘛自由 事实上他嘛跟老三的年龄差 应该是有一段距离了 你不给他自由 你不让他像拿尔米一样 哎 女儿啊 你们媳妇啊 你们回到你们自己的家里去吧 愿你们结婚 愿你们在新福加德平安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 那拿尔米是很大方的 我祝福你们 你们不要让我伴着你们 你们现在还年轻 不要守寡了 再结婚吧 可是犹大呢 不准他的媳妇结婚 又不花钱养他 你看犹大这个人 好色自私无情 只想到他自己 不会反省 犹大不是好人 但是我们要说他被改变了 他被一个爱改变 这就是 上世纪三十八章的事 后来犹大也能 非常有爱心地去爱约瑟 我想跟这件事都有关系的 第十二节 过了许久 犹大的妻子 舒雅的女儿死了 犹大得了安慰 就和他朋友雅度兰人 希拉上廷拿去 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 好了 过了许久 那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女人他在想什么 这个女人跟一个西伯来民族的人结婚了 这个男人非常不负责任 也没有好好教养儿女 好像也没有给这个 舒雅的女儿什么权力来教养儿女 反正舒雅后来也死了 我们也没看到犹大有什么爱她 我们也没有看到犹大有什么悲哀 就像拉姐死了雅各是真的哀哭 犹大的妻子死了 犹大没有哀哭 你又想想看 在我们现在社会里面 布什也有像雅各这样的人 算是很忠于妻子 也有像犹大这样的人 妻子死了 说不定还很高兴呢 然后死了 犹大得了安慰 各位这句话 真的要稍微小心地解释 你不要照字面来讲 犹大的老婆死了 犹大得了安慰 那太冷血了 我太太死了 我就好安慰 那哪有这么冷血 这不是这个意思 这意思是说 犹大的太太死了 然后没有多久 犹大就不再悲伤了 不悲哀了 很快就过去了 虽然这两个差别没有那么大 一个是太太死了就很高兴 一个是太太死了 没有多久 他就不难过了 没有那么大差别 但是他的意思 应该还是后面这种 犹大得了安慰 他没有情 然后呢 他就去他朋友那边 捡羊毛的地方 那个捡羊毛是收成 甚至是一个欢乐的时节 而犹大去 本来他不应该参加 欢乐的场合 因为他太太刚刚死啊 但是他无情也没有意 然后最重要的 他也没有让他马 跟他的第三个儿子结婚 因为圣经上讲说 第三个儿子长大了 犹大就是不把第三个儿子给他嘛 你看他不让这个媳妇得自由 也不去养他 也不给他婚姻的希望 犹大实在好无情好自私 那他马也就听啊 真是他马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 嫁了两个全世界最坏的男人 然后又碰到一个全世界最坏的公公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要下次再讲 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他的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道路 因为许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眼睛 彼得出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眼睛 感谢观看